因為畢竟我們去年是中超 然後去年降級不幸今年就打中獎了 對 然後其實自己真的很不甘心吧 然後就想說 今年要好好看能不能再回中超 但是因為畢竟旅程是 以輕訓為主的一個俱樂部 那老闆既然有這個意思的話 那我覺得作為 算是比較 不算老隊員吧我覺得 對啊 但是 但是在球隊的話呢 其實算是老隊員 對 因為我們球隊就是屬於比較年輕 然後就上來十個年輕球員 那我覺得隊伍來說吧 應該來幫助他們吧 我現在的選手 現在的選手 當然我們要是新選手 所以我們要去競選 但是我們現在的選手 最重要的選手 所以我們可能要選擇 選手 所以我們要選擇 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的選手 可能會有機會 中甲说好打其实也不好打 说不好打其实也没有像中超那么的困难 所以但毕竟刚上来的球员 他们还是缺乏一些纪念 我觉得作为比较资深的我 希望能够带领他们 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 当然不比赛肯定会不甘心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其实球队摆第一吧 球队成绩好的话 那比什么都重要